hello大家好我是大鱼 买车有推荐用车你放心 又到了新一期的买车帮你选栏目了 那就在前不久呢 全新的IONV车型正式上市了 基于AEP纯电平台打造 定位于一款紧凑型的SUV车型 那这款车型呢 全系可以根据电池电量以及配置水平 推出了七款配置车型 与上一代相比呢 它的外观内饰都有了大幅度的更新 并且在质驾方面也是有了重点的布局 那新车的售价呢是12万9800到18万9800 买哪一款车型更合适呢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看一看 那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台车型 那全新IONV呢 也是采用了全新的前脸设计 这个设计灵感也是源于霸王龙 并且呢高配车型还搭载了激光雷达在车顶 并且呢这台车是采用了一个双色车身的设计 营造出非常不错的时尚感 那内饰方面的科技感也是营造的相当不错啊 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这台车 它是搭载了Adigo Pilot 智能驾驶系统 可以实现超过99%的城市 郊区村庄的覆盖率 那全新IONV呢 已经具备了无图驾驶全场景覆盖的能力 可以完成红绿灯启停啊 超车便道啊 扎到汇入啊 包括拥堵博弈便道啊 防碰撞避让便道啊 带转驱左转啊 环岛通行掉头等等等等操作啊 并且啊 也是可以借助AI先进智能算法 进行不断的学习和迭代更加的智能了 那在全新IONV上呢 根据电池电量的不同 一共存在三个续航里程不同的版本 共七个细分配置 那么其中呢 520的三个配置 均是搭载了前轴的一台最大功率 150千瓦的电机 最大扭矩是249米 那650和750版本的电机功率呢 分别升级到了165千瓦 那么七个配置车型中呢 哪个更值得选择呢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 那么首先呢 就是520志向般 那这台车的售价呢 129800也是IONV的入门车型了 那它的这台车呢 配置其实也并不少了 各式的被动安全配置和高配车型 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尤其是在舒适性配置方面 像是定速巡航啊 无钥匙进入等等功能 这些也都是搭载了 那这个配置啊 其实主要服务的 就是对于一些大空间 有刚需的用户 那第二个呢 就是520志豪版 它的售价是139800 那相比入门车型贵了1万块钱 那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 主动安全功能 那在这个配置上 就开始提供L2级别的 辅助驾驶系统了 既能够减轻用户 在日常驾驶工中的压力 其实也为自身的这个竞争力 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包括行车记录仪啊 360度全景象等等 这些配置 对于新手来说 其实也会更加的便利 第三款配置呢 就是520志尊版 那作为520续航版本中的 顶配的一个配置车型了 它的差价和志豪版呢 也就差了1万块钱 但是呢 其实在配置上带来的这种感知啊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更多的就是在内饰的配置上 进行了一些升级 提升了它的舒适性 属于非必要的锦上天花类型了 然而呢 它的胸里程呢 并不算特别的多 也就只有520公里 所以我觉得它的性价比 还没有那么的高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650的志豪版 它的售价是149800 这款车型也是我个人认为 最值得推荐的一款车型 那首先呢 这款车型它和520志尊版的售价是相同的 但是呢 我为什么觉得它是最好的选择呢 主要就是它还配备了L2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 并且它的续航里程有了很大的进步 达到了650公里 并且也是换装了更大功率的电机 对动力上也是有了很好的提升 所以同样的价格我觉得我宁可去牺牲掉一些舒适性配置 换来的是更好的续航里程 以及动力上的增长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我觉得是更加实用的 那其次呢 就是650志尊版本 那它和650志豪版的售价呢 只差了1万块钱 那换来的就是一些在内饰方面的舒适性配置上的提升 强化了日常使用过程中的便利性 那相较于这个159800的售价来说 我个人认为它不如至好版的性价比突出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还并不是那么值得推荐 其次呢 就是750志尊版 那这款车型也是INV全系车型中 电池容量最大的一款配置车型了 它的续航里程也是达到了750公里 并且在快充的条件下 15分钟就可以补能370公里的续航里程 已经具备了成绩间中长距离通勤的能力了 那这个版本啊 其实就更适合一些日常用车里程比较长的人 或者说是希望尽快能够减少充电频率的用 那另一方面 这款配置车型也是全系的7个配置中 唯一一个拥有前排中央骑囊的车型 那除了上述这两点之外呢 其他的配置啊 其实和650志尊版配置是相差不太多的 因此呢 不做重复的介绍了 所以如果需要对于长续航 或者说比较注重安全配置的用户来说 那这款车型可能是你值得考虑的一个 那么最后一个 也就是全系的最贵的一款车型了 就是650激光雷达版 那从名字中 大家也能听出来 这台车型单纯就是为了秀肌肉了啊 因为车顶搭载了激光雷达 那它的硬件配置 也是来自了英伟达OrianX支架芯片 那这个配置车型 也是可以跟更高一阶的竞争对手进行看齐了 那么基于这样强大的硬件配置啊 那这台车型也是搭载了 包含城区NDA无图置架辅助系统这些功能 可以不依赖高精地图 最高可以实现99%加的全场景智能驾驶覆盖了 那在其他的配置方面啊 它的舒适性配置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了 比如说前排的座椅按摩呀 包括后排的小桌板呀 车载智能冰箱啊 这台车应该都是一应俱全了 所以啊 这个版本其实就更适合一些那些追求极致配置 或者说愿意更大程度上接触 或者使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用户们可以去选择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屏幕前的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 并说出你们想要的车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